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扩散到大陸 連日來香港移入大陸確診者眾多 上海還出現偷渡者傳播 大陸防疫專家鍾南山表示 要香港加速推第三針 而疫苗通行證週四擴大實施 日本法規每月加班上限為45小時 但中小學五六成教職員都超過時數 有老師加班達一百小時 連續上班一百天 落地學校開始改革血汗教師體制 南韓總統大選舉行第三場電視直播辯論 互咬弊案醜聞 兩大候選人高踢腿上勾拳造勢招牌動作 引發年輕人跟風 民調仍是不分伯仲 澳洲空軍偵察機在澳洲外海遭中國軍艦以雷射光照射 北京宣稱澳洲過於接近 澳洲總理譴責共軍魯莽不負責任的恐嚇行為 雙方隔空交鋒 歡迎歡迎回來Focus全球新聞 疫情讓很多人都出不了國 或許你也是足足停頓了兩整年 最近這個星期我們一直Focus國際觀光重啟的各種跡象 而世界最大的郵輪叫海洋奇蹟號 宣布3月4號會起航 他從美國佛羅里達州前往加勒比海 將近7000名遊客會在船上 他們可以享受各種豪華設施 如果接種疫苗完整的客人 可以選擇在郵輪上是否要戴口罩 還有一家全球最大的嘉年華郵輪公司也宣布3月1號開始 不會再強制船上的人得戴上口罩 這是一個先兆 另外一個焦點是美國職棒大聯盟春訓熱身賽卻在疫後復蘇的情況下確定延期了 很多人都關心究竟4月會不會如期展開賽季 還不知道 總之回到郵輪來看 郵輪疫情曾經是新冠初期的噩夢 而現在復蘇也似乎從郵輪開始 而這世界上目前同時打兩場戰爭的在南韓 新冠疫情還在燒 南韓總統大選倒數兩週 3月9號投票 究竟南韓是誰在選 4個候選人當中呢 或許您只需要follow執政的共同民主黨候選人叫李在明 那麼另外一個是在野黨國民力量的候選人尹錫悅 這兩個人的競選路數也就形成了疫情年的選風 選民應該會很在乎這麼苦的日子要過多久 誰有能力反轉 但接下來的報導卻反映出一個太強調有印象就會贏的民主選舉 讓總統大選在南韓現在變成比跆拳道和上鉤拳的喉吸 民主的潛諜話 到底你喜歡花拳還是繡腿 台灣今年也要選舉這些國際新聞裡面的選舉現象 或許也可以提供我們稍微再省查一下自己 接下來看另外一場大戰 那麼它現在表面結束了 但是後患無窮 正是我們曾經focus過的洛梨大戰 美國從18號開始恢復 讓墨西哥洛梨進口 當時的禁令維持了一週 但是造成蠻大的傷害 這一週的洛梨斷裂 造成美國所有跟洛梨相關的食品價格上漲 原來美國人就為通膨覺得很傷腦筋 那麼除了洛梨之外 美國也準備對墨西哥進口到美國的藍莓草莓跟甜椒 全面展開調查 那麼要調查的是 這一些到底跟墨國盛行的黑幫有沒有關係 美國還要從秘魯哥倫比亞跟智利進口洛梨補充 4月份是進入采收旺季 美國本地產的加州洛梨現在必須力拼供應回穩 來看原本就進入中國大陸敵對名單的澳大利亞 最近跟中國有新的軍事爭端 澳大利亞說 解放軍的軍艦 在澳大利亞的經濟海域用雷射光照射他們的偵察機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批評這種行徑猶如恐嚇 要求北京說出說法 而中國是反控澳大利亞的偵察機 其實在公海一直逼近中方的軍艦形同挑釁 美國軍機也多次被解放軍用雷射光照射 曾經造成兩名美國飛官也不受傷 而澳大利亞現在也在選舉期 所以中國議題非常容易成為聚焦的焦點 香港這波新冠疫情大爆發 醫療資源崩盤 同時單日的被奪命死亡人數高達兩位數 因此越來越多港人逃進中國大陸避疫 但是香港的偷渡客進大陸之後帶來了新的傳染鏈 讓上海的大型百貨公司因此關閉 好 今天要的Focus的國際名人是因為巨大疫苗 曾經被澳大利亞驅逐出境的球王喬克維奇 好 接下來我們要關注的是蜜蜂這件事 我想一般長期Focus的觀眾朋友都知道 其實蜜蜂那麼牽連到了整個氣候變遷之後 整個生態鏈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也由於氣候變遷還有殺蟲劑的影響 全球蜜蜂數量20年每年都是下滑 相對蜜蜂價格大漲 那麼現在蜡蜜大國的北非摩洛哥 從2021年開始面臨窘境 人工養殖的蜂巢集體出走消失不見 失去蜜蜂受粉會影響人類三分之一的食物來源 所以很多國家開始推行比較小型的家庭養蜂業 可以維持蜂蜜的數量 澳大利亞更有一個團體精心挑選了五次的小蜜蜂 希望塑造成最新的寵物 一起來看看 在中文世界裡面 幾乎所有環繞著蜜蜂的象征都是正面的 我們立刻聽到辛勤工作 勤勞的工蜂 那麼接下來的報導裡面是勤勞工作 跟完全非人道的勞務之間有時候可能會劃上等號 日本的勞工裡面的爆肝血和勞工是日本的老師 日本規定每個月加班上限是45個小時 但是日本從小學到中學有60%的職員或老師 是沒有辦法加班這麼少的 報導當中有老師每個月加班的時數超過100個小時 連續上班100天最後離婚收場 那麼日本文部審公布了一個網頁 鼓勵教師說出自己的心聲 結果一年有65萬篇悲情故事 但是日本沒有停留在讓悲情自然淘汰 日本的齊富士決定改善血汗教師的本質 他測驗的方式很簡單 提早一個小時下課 為什麼能夠改變這麼多 Focus留在亞洲疫情大爆發 而且醫療資源分配失控的香港 讓很多港人幾乎是像逃離一樣 進到中國大陸躲避疫情 讓中國的沿海城市警戒升溫非常緊張 在最近這三天 從香港進入中國大陸的病例 從19號的40個一路上升 在星期一有68例 中國大陸的上海有一家大型百貨公司 因為勾機有來自香港的偷渡者 被裁檢確診 緊急關門 全員核酸篩檢 中國大陸請出了抗疫專家 鍾南山用粤語發聲呼籲 要堅信動態清零 另外呼籲港人 趕快加速接種第三針疫苗 才有可能使快速擴散 巨量確診的疫情能夠控制下來 好 接下來再看的是 俄羅斯進犯烏克蘭的危機 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了 烏東有兩個地區都獨立了 所以他下令派俄軍進到烏東裡面 圍合 這個意思就是開戰只在眨眼瞬息 因為俄軍就已經進烏克蘭東面了 那麼也讓今天雅谷全面走跌 聯合國安理會罕見的在夜間召開緊急會議 剛剛在星期二傍晚開盤的歐洲股市 已經跌到七個月來新低 那麼聯合國的緊急會議裡面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說 俄羅斯現在一切都在製造一個 全面進軍烏克蘭的藉口 那麼中二呢美國會聯合盟友宣布新的制裁 當然俄羅斯是欲強反彈更強 這個新制裁一宣布了之後 情況呢沒有可能和緩 只有可能更惡化 和生命權還有自主權相關的一個風潮 這幾年有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呢 逐步的開放墮胎的合法權利 哥倫比亞就在週一宣布所有女性 懷孕前24週的墮胎是合法的 那麼過去呢哥倫比亞關於墮胎 必須是生命受到威脅 正是有積胎或是被性侵強暴 懷孕才准許墮胎 其實除了哥倫比亞外 中南美洲呢有越來越多國家有條件合法墮胎 包括了烏拉圭 古巴和蓋亞那 另外呢墨西哥 阿根廷厄瓜多 這些過去以天主教為主的國家 顯示呢是以教義為主的拉丁美洲國家 他們都逐步為墮胎開啟法律的大門 也就是說這些國家重新在法律上 讓女性拿回了身體的自主權 謝謝您跟我們一起Focus 全球新聞祝您平安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再會 我們下次見